哈囉 歡迎來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 歡迎是 比特幣十萬 臨門一角 愛達幣漲爆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的主題是 比特幣 離十萬 只差臨門一角 那愛達幣在周末也是漲爆了 那我們今天要先跟大家聊一下這個比特幣 比特幣現在落在九萬七千左右附近 那很多人看到這個小小兩千塊的回調 就開始受不了了 那在這邊再次提醒大家 這只是一個比特幣 只是跌回了 這個四天前的地方而已 那現在呢也是在一個高位震盪 非常非常健康的一個狀態 那今天這個主題不聊比特幣 我們聊比特幣的市占率喔 原因就是因為呢 這個過去幾天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是在拉斯卡布爾這個地方 那現在呢我也是在我們房間門口 陽台錄的這個影片喔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度假的關係呢 這個我是沒有看這個charts 就是這幾天呢 我完全沒有看這個比特幣的走勢 還有比特幣的這個K線啊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比特幣的市占率啊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注意到 比特幣的市占率回落之後呢 它其實是進入到了這個循環 第一次的lower low 就是更低的低點啊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這個低點呢 是比這個低點要來得更低喔 所以你可以說呢 這可能是趨勢反轉的一個開端吧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的事情呢 是現在比特幣市占率有一波小小的反彈 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這一波的反彈 有沒有辦法變成一個lower high 就是更低的高點啊 那比特幣的市占率這輪循環最高的高點 是落在61.17%左右附近 那當然中間有向上插針到61.5%左右 但是我們就以這個收日線來算的話呢 這個比特幣收的日線最高的點位呢 是落在61.19% 所以接下來比特幣市占率如果是這樣子 慢慢的往回反彈 那只要沒有反彈到61.19% 那在這邊我們就說在這邊 就又觸到了一個頂部 然後繼續往下的話呢 然後在這邊再次出現一個lower low 就是更低的低點的時候呢 那你也可以說呢 這或許就是比特幣市占率 這個到頂端這個反轉的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跡象喔 那這個說明什麼事情呢 這個就說明了 比特幣在接下來的半年到一年裡面的走勢呢 可能就不會像這個山寨幣來的這麼好囉 但是大家必須注意 這並不代表比特幣對美元的估值不會往上漲 比特幣對美元的估值呢 依然可能持續往上漲 而且大概率呢是會持續往上漲喔 只是這個比特幣的漲幅整體而言呢 不會比山寨幣來的好喔 那這也是我在我節目當中常常提醒大家 就是我認為這個今年的第四季度 那到2025年整年呢 都是比特幣市占率回落的一年 也就是這個可維系山寨幣開漲的時刻喔 第二個要跟大家聊的是以太幣 以太幣相對來說呢 還是比較弱一些喔 那現在是落在3300左右的位置啊 我在上週的影片才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可維系的山寨幣暴漲 如果要來的話呢 其中很重要一個關鍵的 就是以太幣必須要健康喔 那今天不管你喜歡的山寨幣是什麼 你喜歡的是Cardano 愛達幣 或者是Solana 瘦 或者是Polygon Poe 甚至是Avalanche 或其他一些山寨幣的項目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山寨幣漲的話呢 以太幣是一定要健康的喔 那昨天有些觀眾朋友問我說 這次怎麼看這個以太幣現在還是很弱啊 其他山寨幣都已經開始漲了 這件事情喔 那我在這邊說的事情就是 這個要有可維系的山寨幣暴漲的話呢 以太幣是一定要健康喔 那這個是我自己本身的看法 所以今天如果你沒有持有以太幣 持有些其他山寨幣 那你希望你的山寨幣表現好的話呢 那你也是需要幫以太幣加油 希望以太幣的整體環境會進步喔 那雖然說以太幣目前是在3300多左右的位置 然後這個面對比特幣的估值啊 依舊是一蹶不振喔 雖然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拉伸 但是目前看起來呢 還是一個Lower low Lower high 就是更低的低點 更低的高點的一個下行趨勢啊 那什麼時候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可以迎來一波真正的反轉的話呢 那才是真正山寨幣季節到來的時刻喔 那最後當然要跟大家聊一下愛達幣啊 愛達幣現在是落在97cent左右附近啊 那在週末的時候呢 真的是漲得非常非常猛喔 一度漲到了1塊1毛5左右附近啊 但是這一波漲幅真的是來得太快 而且太猛 在太短的時間裡面漲太多了 所以迎來一波小小回調呢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但是這個15%回調呢 在最近愛達幣的走勢看起來呢 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喔 那我在週末的直播也有跟大家說到過 這個愛達幣突破1塊錢呢 只是一個開始喔 那絕對不是一個結束喔 就是愛達幣真正暴漲了 只是一個開端啊 那在最近幾週的這個漲勢也可以看到呢 愛達幣是放量的再往上漲啊 那這個很明顯呢 是這個由機構開始進去布局愛達幣啊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呢 這個我們身為一些 這個過去兩三年 都在這個市場裡面的愛達幣持有者呢 我們是front run的機構啊 就是我們是在機構布局之前呢 就先進到這個市場 所以就享受了最近幾波 這個很好的漲幅 那從低點到現在1塊左右附近呢 也已經翻了將近5倍囉 所以愛達幣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暴利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愛達幣對比特幣的估值吧 愛達幣對比特幣的估值呢 很明顯的呢 也是出現一個趨勢的反轉喔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呢 從這個11月初到現在呢 拉到高點的時候呢 對比特幣已經漲了150% 到現在依然是漲了116% 那大家注意喔 這個是對比特幣的估值喔 這個還是在比特幣在網上暴漲一個階段 愛達幣的表現呢 比比特幣還要好了116% 所以愛達幣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強勢 那什麼時候呢 這個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也可以迎來像愛達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這樣子瘋狂的拉伸呢 那對於所有山寨幣來說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喔 那大家可以在旁邊看到喔 今天呢這個愛達幣是擁有一個8%回調 以太幣也有將近3%回調 比特幣是小小的不到1%回調 那現在比特幣的市佔率呢 也是迎來一波小小的反轉喔 但是我常常跟大家說 在風牛市開端的時候 在風牛市即將正式開啟的時候呢 任何回調呢就是加倉的好機會喔 大家不需要把這件事情過度的複雜化 任何時候有相對程度的回調呢 就是加倉的好機會 然後拿著到牛市頂端呢 就會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收益喔 OK 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聊的是 CoinDex的頭條喔 這個頭條表示說呢 這個比特幣稍早的時候呢 回落到了97000左右附近 那感覺是有人刻意的在控制這個市場喔 因為比特幣這兩天呢 多次扣關10萬美元一顆 但是就沒有辦法突破10萬美元 這個整數非常關鍵的一個位置喔 那我在這邊提醒大家就是呢 這個關於這件事情呢 我在前幾週的影片都有跟大家說到過喔 就我認為呢 這比特幣10萬美元非常非常關鍵的這一刻呢 只會發生兩種情況喔 一種情況呢 是碰到10萬之後呢 就迎來一波這個比較大的回調喔 這個回調呢 有可能是回到7萬8 8萬這個CM17或缺口的地方 那也有可能是這個 直接突破10萬去到12萬13萬的地方喔 那這個在10萬左右 就是假如說我們突破10萬之後 在10萬左右橫盤震盪的機會呢 我認為來說呢 是相對來說比較低的喔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非常非常多的做空資金呢 是設在了10萬美金一顆 那另外呢 也有很多這個短期上槓桿交易的資金 會在10萬以上呢 這個正式爆倉喔 所以10萬呢 就變成了一個做多做空之間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Battleground 就是一個大家需要爭取到的一個點位喔 但是我個人暧昧的揣測啊 比特幣在這幾天的走勢呢 看起來突破10萬塊呢 應該只是遲早的問題喔 那非常非常有概率 在這週美股開盤之後 就是明天這個美股週一週二的時候呢 比特幣就有可能正式突破10萬美元一顆喔 那到時候突破之後呢 會有很多做空倉位被liquidate 會有很多這個上槓桿的這個做空倉位被爆倉 那到時候呢 非常有可能會成為比特幣上漲的燃料 然後一次就燒到這個12萬甚至13萬喔 但是我在這邊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呢 在這個比特幣的大牛市 風牛市到來之後啊 也是會迎來多次20%到30幾%的回調喔 所以千萬不要認為說這個比特幣 一上到這個12萬13萬啊 或是10萬以上啊 它就不會回調了 任何時候比特幣在大牛市的時候呢 也會發生多次20到30%回調 所以擁有這個一些健康的現金倉位 這個保留在手中呢 當它回調的時候進去抄底 會讓你的投資心態更加穩定一些啊 那這個情況當然每個人都不一樣啦 如果今天你是可以滿倉在市場裡面 承擔20-30%波動的人的話呢 那在這波大牛市 你一直使用鑽石手HODL的方式 這個策略呢 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喔 下一句話要跟大家講的是 川普選擇了這個 對於加密貨幣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位人士 他叫做Scott Batson 成為川普內閣的TREASURY SECRETARY 就是這個財經部長啊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對於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來說呢 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振奮的一個消息啊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川普正式提名Scott Batson呢 成為信任的美國財經部長喔 那這件事情如果國會通過之後呢 就會成為一個定案喔 那Scott Batson呢 對於加密貨幣呢 一向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他曾經在7月這個CNBC的訪談當中說到說呢 I have been excited about Trump's embrace of Cryptos 就是我對於川普支持加密貨幣 跟這個站在加密貨幣這邊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的興奮啊 and I think it fits very well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然後我認為選擇跟加密貨幣站在一起呢 是非常非常符合這個共和黨的精神喔 然後最後呢他強調說 Crypto is about freedom and crypto economy is here to stay 就是加密貨幣最注重的東西呢 就是自由喔 然後另外呢這個加密貨幣的生態呢 是不會離開的喔 只會慢慢的茁壯的 所以從這些對話就可以看到呢 這個Scott Batson呢 是對於加密貨幣非常非常友好的 那一旦由這個Scott Batson 取代現在的財經部長 Janet Yellen的話呢 我相信對於這個接下來四年 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監管的透明性呢 絕對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正面的消息喔 在下一個新聞可以看到呢 SEC裡面的專員啊 又有一個這個民主黨的專員呢 是離開了喔 他選擇跟這個Gary Ganster共同進退啊 也會在明年這個川普正式上市的時候呢 他就會辭退他的職位喔 那現在SEC的Commissioner呢 只剩下三個人喔 那其中兩個人是共和黨的 然後一個人呢是民主黨的喔 所以今天關於這個 另一個民主黨的SEC專員 又離職呢 對於加密貨幣的監管 還有未來發展來說呢 也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正面的效果啊 所以你也可以說 接下來這個川普推行一些這個 對加密貨幣比較友好的法規啊 或者是提供加密貨幣監管的透明性啊 都會變得如魚得水 因為共和黨這個專員的人數呢 是超過這個民主黨的人數嘛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局勢就是 川普上任之後呢 會由共和黨控制參議會 也會由共和黨控制這個眾議會 然後SEC呢 大概率也會迎來一個比較友好的chair 然後剛剛跟大家聊到了這個 美國新任的財經部長呢 也是對加密貨幣非常非常友好的喔 所以所有的這個方向啊 都指向了這個加密貨幣在2025年 甚至是接下來的4年呢 會朝這個非常非常健康的方向前進喔 那這也是我們過去幾年 在市場當中一直等待的一件事情啊 下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聊的是 關於當時這個 花了1萬顆比特幣 買了這個兩個pizza這個男人啊 那這個標題呢 就寫說這個 The two Papa John pizzas ordered in 2010 Now close to 1 billion mistake 就是說當時2010年呢 花1萬塊比特幣購買兩個pizza 這件事情呢 是成為了一個1 billion等值的錯誤啊 那常常呢這個主流媒體 就是喜歡說這些事情 說他是個錯誤喔 但是在我看來呢 這位人凶就是一個legend 就是一個傳奇人物喔 而且今天 當他花了1萬比特幣購買pizza的同時呢 你不知道他背後 還持有多少比特幣對吧 但是呢這個主流媒體 就是喜歡使用這樣的報導 來吸引一些這個散戶的眼球啊 所以這件事情在我看來呢 絕對不是一個mistake 因為你看到只是他花了1萬顆比特幣 去購買這個pizza 但是你並不知道他背後持有多少比特幣嗎 那或許做這件事情呢 帶給比特幣的這個expulsion 就是讓大家關注到比特幣這件事情呢 帶給他的收益呢 遠超這1萬顆比特幣喔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背後持有多少個比特幣啊 那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就是他在一個論壇上呢 就是發表說呢 我將會這個offer1萬顆比特幣換一個pizza 如果任何人願意這麼做的話呢 那我就會send他1萬顆比特幣 那後來在網路上 的確有人接受這1萬顆比特幣 並且用透過刷卡的方式呢 去幫他購買這個pizza 那至於是誰幫他刷這個卡呢 到現在為止就是沒有人知道啊 那他有沒有一直一路拿著這1萬顆比特幣呢 這也是highly questionable的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備受質疑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有機會呢 他拿到這1萬顆比特幣 在比特幣稍微漲了之後呢 他也就這個獲利了解 這個也沒有人會知道喔 但關於這個花1萬顆比特幣購買2個pizza的男人呢 就會永遠寫入比特幣的歷史當中啊 下一句話要跟大家聊的是 比特幣在Polymarket上面呢 這個看到了85%的幾率 會在今年年底前呢 達到10萬美元一顆喔 那Polymarket在這個美國大選總統結束之後呢 又開始進行了一些其他的賭注啊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 這個How high will Bitcoin get this year 就是今年這個比特幣會漲到多高的一個位置呢 那目前呢大家的預估平均是落在12萬5000啊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呢 有高達85%的幾率呢 會到達10萬美元以上喔 那有9%的幾率呢 會到達15萬美元以上 那這個超過25萬美元的幾率呢 是低於1%啊 所以Polymarket上呢 依舊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賭啊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呢 這個有高達85%的幾率呢 這個比特幣在年底前是會上到10萬美金一顆的喔 對於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啊 因為一旦比特幣這個到達10萬美元一顆之後呢 就代表說這個我2024年的這個18個預測呢 又再次猜對了一個喔 下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講的是 Vennec重新這個調整他們對比特幣這輪循環高點的預估啊 那現在這個預估呢 已經變成了18萬美元一顆喔 那Vennec本身呢也是推行比特幣現貨ETF的一個券商吧 那在今天他們調整他們比特幣這個循環的最高點的位置 到達了18萬美金一顆喔 那對於這些這個預估啊 我個人認為呢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喔 因為當比特幣到達15萬到達16萬的時候呢 我相信他們又會再次把這個價錢抬高喔 那大家必須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持有一個獨立思考的能力啊 因為當這個瘋狂牛市到來的時刻 比特幣真正到達這個15萬18萬的時刻呢 到時候的FOMO情緒呢是會非常非常高昂的 那或許這個你身為一個比特幣的持有者 你會認為比特幣再也不會有回挑的一天啊 但是往往是擁有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一個態度的時候呢 就是危險降臨的時刻啊 所以這個當比特幣到達一個我認為風險比較高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 我高位套利的多少百分比的倉位喔 那這純粹100%只是我個人的分享啊 那到時候這個我分享我在這個高位套利的時候呢 一定會有非常非常多 新進到市場裡面的散戶呢開始攻擊我 他們可能會有人說這個 我們剛進到比特幣市場裡面兩三個月啊 比特幣已經漲到18萬20萬啦 這個比特幣永遠就是一路會往上漲啊 但是殊不知呢這個真正的回調 甚至你說真正進入到熊市呢 就是在這種時刻開啟的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啊 因為在比特幣跟加密貨幣的大牛市 就是這個將接近尾聲的時候呢 要販售或者說高位套利 這個手中的倉位呢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喔 下一項要剛才講的是 Why is Cardano price up today 就是為什麼這個愛達幣在這幾天漲得這麼多啊 那我只能說呢 這些不管是Coin Dash也好啊 Coin Telegraph也好啊 這幾天都是瘋狂的在報導 Cardano 愛達幣喔 那這也是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的啊 就是這個永遠都是由價錢去帶動故事 不是由這個故事帶動價錢喔 那最近這個月呢 這個愛達幣漲得非常非常好 那因此就有越來越多關於愛達幣的故事 這個讓大家看到喔 那這篇報導他認為呢 愛達幣漲有很多個原因啊 那其中呢 這個他認為這個SEC的Chair Gary Ganster的辭退呢 是造成這個愛達幣這一波爆拉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喔 那這一波不只是愛達幣漲喔 其中包含了很多這個山寨幣啊 像這個XRP啊 像這個Doge啊 其實都漲得非常非常好喔 那我們往下可以看到這個愛達幣呢 在這個機構裡面呢 需求是越來越高啊 那這件事情呢 在我看來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爽啊 因為這個大家跟著我在過去三年 這個愛達幣熊市低端的時候 瘋狂DCA愛達幣呢 的變相來說呢 我們是front round的機構喔 其實我們是比機構還要更早的進入到這個項目啊 那至於愛達幣突破1塊之後會去到哪裡呢 我個人認為下一個目標呢 就是3塊左右 那甚至是這個3塊1.5 歷史前高的位置啊 然後當愛達幣突破3塊1.5之後呢 Only sky is the limit 就是他的這個接下來的漲幅呢 是會非常非常驚人的喔 下一個宣傳也是關於愛達幣的喔 就是有個非常非常有名的YouTuber 就是專門聊愛達幣的YouTuber 他的名字叫做GameGarbardillo 那關於Dan呢 他一直是一個非常非常支持愛達幣的一個YouTuber 那他在他的頻道當中呢 在過去三年的熊市裡面 也是分享了非常非常多關於這個愛達幣的看法 那今天呢這個報導就講說 這個Dan他預估啊 愛達幣在這一輪循環呢 有可能會超過15塊美元一顆喔 那Dan的影片呢 我時不時的也都是會看啊 那他從來也沒有說這個愛達幣會漲到15塊 他只是使用這個上一個循環的漲勢 如果愛達幣這一輪的循環 這個跟上一輪循環漲幅一樣的話呢 最終是有機會到達15塊美元一顆喔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當資產膨脹的時候呢 他的漲幅不可能像以前這麼大啊 所以說愛達幣這一輪要漲到15塊呢 我認為是在這個有點吃人說夢啊 我覺得愛達幣這一輪的高點呢 應該會落在5塊到8塊之間吧 但是對於這件事情呢 這個重點不是Dan怎麼說愛達幣最終會到多少錢喔 重點是終於有人在報導這件事情啊 因為在過去三年呢 這個Dan其實講的東西呢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出入喔 這就跟我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裡面 聊到愛達幣的發展 跟愛達幣的potential 就是一些可塑性 跟一些這個成長的空間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態度也是從來都沒有轉變過的喔 只是在這個熊市的時候 Nobody cares about what you say 就是在熊市的時候呢 沒有人會在意我們講什麼東西喔 沒有人在意我講什麼東西 沒有人在意Dan講什麼東西 但是現在呢 當這個價錢反映出來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瘋狂報導這件事情 說這個Dan說這個愛達幣會漲到15塊 所以光是這件事情被報導出來呢 就可以再次說明呢 現在市場對於這個愛達幣的觀感啊 已經完全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喔 下一區要跟大家聊的是Solana Solana在週末的時候呢 也是創出了歷史新高啊 那有些觀眾朋友呢 就希望我聊一下Soul啊 那我自己是不知道有什麼好聊的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個 我對Solana的態度 那我自己本身呢 在上一輪牛市裡面呢 這個Solana其實是我賺錢 這個100分比來說呢 這個投資報酬率最好的一個項目 只是當然Solana後來發生了一些斷列的問題啊 我就完全放棄了這個項目了 那Solana在前幾天呢 是再次創出歷史新高 但我在這邊善意的提醒大家 就有很多這個Soul的支持者呢 他們都認為說這個Soul會一路的往上漲 最後會漲到這個2000美金啊 3000美金啊 一個很誇張的這個價錢喔 那我在這邊說的事情就是呢 這個Solana我相信呢 這個大部分的漲幅呢 已經被Pricing了 那從幾個月前 我就跟大家說 就是Solana在接下來 這個大牛市到來的時候呢 他的漲幅 我相信是不會比Cardano 艾達比 或者是以太幣要來的好喔 那你也可以說這個Solana的漲幅 在這個牛市開端的時候呢 就已經全部都漲完了 那你說這個Solana接下來不會漲嗎 我也不認為他不會漲 我認為Solana還是會繼續漲 只是他的漲幅 不會來的像以太幣跟艾達比 這麼好而已喔 那我是不知道我的觀眾當中 有沒有Sol的石油者啊 如果有的話呢 這個你對於Sol的策略是什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去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喔 今天最後要跟大家講的是 狗狗幣還有X的關係啊 我們都知道這個馬斯克 即將營運這個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就是川普的一個政府節能的部門啊 那這個節能的部門呢 剛好就是用DOGE去拼出來的喔 這也導致了狗狗幣 最近幾週的漲幅呢 是非常非常的驚人啊 那在昨天呢 又有更多的炒作出現了 就是我們在這邊也看到呢 在X上面呢 可以有一個錢的這個地方可以點喔 那很多人都在說 這個會不會是這個X Payment啊 就是透過X上呢 你可以直接轉錢給你的朋友喔 那馬斯克在下面也再次證實了這一點 他說True 就是說這件事情是正確的喔 所以目前看起來呢 在X平台上呢 以後啊 可以直接透過這個 點擊這個錢的地方呢 就直接可以轉錢 或者是捐款到你喜歡的創作者手中吧 那這也是非常非常讓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 那因為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猜說 這個馬斯克會不會選擇狗狗幣 作為其中一個轉帳的選擇啊 那我個人認為呢 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啊 依我對馬斯克的了解呢 這個當這個X Payment上線的時候 狗狗幣絕對會是支付的一種方法 那其中可能還包含比特幣 包含其他加密貨幣 但關於狗狗幣呢 我相信是一定可以在這個X上面使用的喔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就是接下來這個幾個月 還有接下來的一兩年呢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這件事情喔 那今天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掰掰 觀看 in this crypto chase but remember my friend it's not just about games mindset is crucial to conquer all pain stay strong and focused through markets darkest night believe in your dreams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